资金有限又想要做股债配置 长期累积财富的速度会很慢 因为多了债券理论上可以避开股市的风险 但是同时也会大幅拖累投资绩效 这一次我来跟你分享一套更有效益的股债配置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 再追踪我的IG才不会错过我的盘式看法 嗨大家好我是楚狂人 根据历史数据回测 美国标普500指数从1993年到2023年之间的年化报酬率是10.1% 台股长期也都有7%以上 而债市通常都会直接配置美国公债 可以跟股票互充风险 美国20年期以上的长天期公债ETFTLT 计算过去20年韩息年化报酬率是4%左右 2024年台股走多头 用台股还原全息的加全报酬指数计算 今年的涨幅超过三成 至于美债商品 以元大美债20年来做例子 还原全息是亏损2.4% 以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在2024年看到大盘 看到台积电联发科洪海大涨 你用技术分析判断高点已经到了 你就把股票清光光 然后全部换到债券的话就会少赚很多 而且呢你还等于是帮美国政府去背债 如果你还是很看好台股 加上年底本来就是半导体的旺季 你不想错过股市的行情 但是又担心债券部位跌不停 降息反而跌更多 股市这两年已经涨很多了嘛 那巴菲特又一直在卖股票 你也担心随时会可能发生黑天鹅暴跌 不得不配置债券 想说起码可以风险冲一下 资本不大 又被迫要做股债配置的话 肯定是会想要提升配置的效率 不然赚钱会很无感 美国正式启动了降息循环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下修三码 放水对股市来说肯定是利多 虽然说外资还是持续在卖超台股 但是再怎么说 投信的ETF也是已经买了500多亿 土洋户底调 接下来就是看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的行情 以历史经验来说 台股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上涨的几率都有六七成以上 咱们至少可以来一个审慎乐观来看待 至于债券就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川普当选了 市场普遍的共识就是通膨会再起 通膨起来了 联准会就很难快速降息 停止降息都很可能会发生 降息的美好想象被泼了冷水 债券自然就涨不上来 如果以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在经济扩张期发生的降息循环期间 股债都是涨多跌少的 只不过目前股市基本面很好 台湾人都热情的投入买ETF 资金源源不绝的流到股市 而债市呢 以消息面来说让大家有疑虑 所以短期来看 股强债弱是很难避免的 前面已经看了很多数据 分享一个配置的方法给你参考 让你可以在有限的资金下 做出更有效率的配置 首先是股债配置的比例 既然股债长期投资报酬率都已经很清楚了 资金不是很大的人 其实你不妨拉高股市的占比 占比多少比较好呢 你可以跟全世界投资最成功的挪威主权基金学习一下 挪威主权基金投资很成功 他们的资产规模也是全球最大 目前大概有1.8兆美金 1.8兆美金有多少呢 台股上市公司所有股票市值加起来 大概是2兆美元 所以1.8兆相当于全台股总市值的9成左右 2024年光是第三季靠投资收益就进涨了786亿美元 近10年的年化报酬率是7.53% 从挪威主权基金近年的资产配置来看 它的股债比大概是7比3 那因为主权基金的投资时间跟规模跟绩效都是非常长期的 这样子的股债配置就很值得你参考 我们用最基本的股债配置也是7比3 那股市呢我们通常都会选市值型的0050或者是006208 债券我们就用00679B元大美债20年 但是因为小资足我们钱不多 所以说要更有效率的赚钱就要开一点杠杆 所以你不妨参考元大台湾50振2 这样子有机会可以赚更快 至于说这样做有没有用呢 我们来测一下回测数据就知道 首先是参数设定 时间设定在2024年年初到11月8号 配置比重是振2买70% 元大美债买30% 资金假设是100万台币 看看会怎么样 首先来看一下绩效 0050今年以来的韩席绩效是51.11% 0050振2是68.09% 那00679B是亏2.4% 我们第一组先假设不开杠杆 股债都用一倍的方式来配置 70万去买0050可以滚到105.7万 30万买00679B会缩水到28.28万 所以总资产呢就是133.98万 报酬率就是33.98% 第二组是开杠杆 股票呢用振2来投资 70万买台湾50振2可以滚到117.66万 30万买00679B会缩水到28.28万 所以总资产加起来是145.94万 总报酬率是45.94% 从试算结果来看 一样都是100万的资金 而且都有配置债券 只要你加一点杠杆 差异就可以差到12%的获利 以小资族来说 每年要挤出10万 其实都是有困难的事情 结果你只要配置的策略稍微调整一下 研究工具跟投入时间都不用变 就可以多出12万的获利 那遇到股市拉回 也有债券可以帮忙平衡风险 所以你等于是又避险 又可以享受到股市的多投 这是很美好的事情 当然在遇到空投的时候 正二的风险也一定是比较高的 所以到时候就需要再做调整 没有什么单一简单方法 是可以多投又赚的比较多 空投又赔很少的 除非你有用上 我时常在讲的多策略操作 这一次提供给你一个 利用杠杆投资的方法 你一个简单的小动作 报酬率就可以增加12% 这个对小资组累积资产是有帮助的 但是这个是多投的情况 如果到了空投 担心正二会风险过大的话 你就会需要再适度的去调整股债比例 例如说你把债券的部位要再拉高一点 我是楚狂人 看完影片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